中华民国传统民俗文化协会 庆祝妈祖圣诞千秋 邀请中兴国小小天地布袋戏团 和和平国小彩虹堂 在观音亭演出 现场还准备来自西班牙人 烘焙的咖啡甜点 给前来欣赏的民众品尝 今年荣获传统偶戏类 布袋戏国小组全国特优的中兴国小 带来田都元帅收邀 与北馆音乐演奏 孩子们演出夺冠曲目 祝贺妈祖圣诞 我觉得布袋戏很好玩 很开心可以拿到冠军 学布袋戏是快乐的 但是也有许多要挑战的地方 学校练家里练 你就要无时无刻都要练习 然后比完赛还是要继续复习 不然你会忘记 孩子们克服背台词的困境 还要加以揣摩角色 展现心境语调 一样受到邀请的 还有和苹果小彩虹糖 还有杨锦华副理事长 长期对于中兴国小布袋戏社团 所有小朋友的关心 希望也让更多的社区民众家长 知道中兴国小对于布袋戏 传统的戏剧 有很好的推动 在市长的支持鼓励下 孩子们勇于面对各种挑战 使得传统艺术更加生动有趣 中华民国传统民俗文化协会 在佛祖的同意下将香油钱全数用在保留传统文化上 原来这个子弟系在我们基隆 算是蛮珍贵的一个在地文化 也是很重要的表演艺术 那我就像观世音佛祖 就给他拌杯 佛祖也答应 就把这个香油钱来挹注在这个北馆的发展 副理事长分享从找回中卓生开始 北馆一月让孩子找回回学校的学习力 慢慢的这股正能量开始蔓延 我希望他能够回归校园 所以我去找寻这些中卓生会去的地方 然后看他们都会在公庙练习北馆 因此我跟他们沟通 然后希望他们练北馆当作是一种艺术 然后回归校园帮他们成立社团 又可以继续再练习这种音乐 那这是四组方面的音乐 也带领他们参加比赛得到成绩 感恩回馈 以传统戏曲演出祝贺妈祖娘娘生日快乐 也看见让学生展现多元能力 落实奠基传统发扬创新的 崭新意义精神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